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佛牌 一款是我们的龙婆爽大师傅的至身佛牌 另外一款就是我们的福管 这一块是我们有验证卡 我们先来看看福管 那这一款福管 它是由阿湛库雁库大师傅 开工祈福加持佛利斯2562年 2562年这样的一个福管 那这款的话它的尝试 看一下两寸 两寸这样子两寸 然后没有包壳之前 然后它的直径大概是5cm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福管 这款福管是由师傅 他在里面亲自写的那个经文 亲自写的那个经文 然后卷在里面的 然后再用这个圣线 就我们祈福加持的那个接电 用那个圣线 然后来捆绑 里面还有填充了很多的粉 很多的圣粉 这些在里面 他所制作的目的 就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在爱情当中 获得幸福还有成功 就是可能有时候在追求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对吗 那我们大家就希望能够成功 对吗 对 就是希望能够追到手 这些能够得到幸福 那师傅呢 他是在2019年 是那个2月份 2月14号 2月14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情人节 对吗 他是在选择在那个 情人节当天 也就是2562年的那一年的 2月14号 也叫做什么呢 爱情节的当天呢 为这个福广祈福加持的 那师傅呢 也是一位非常精通 魅力的这样的一位大师 神秘大师呢 每天呢 都有很多人来进行的去拜访 去寻他 寻他祈求他帮助关于爱情 魅力 和这样的一个帮助了 所以呢 简单说到来 这一款佛牌呢 就是帮助 造超情的异性缘 然后人缘 当然这一款呢 是男女都可以佩戴的 那女士呢 觉得稍微有点大了一点 对吧 那我们可以放包包里面 放包包里面对吗 这个也是很好收的 那男生呢 我们想要戴上身上 也是可以的哈 毕竟这个也还好 里面的用料也是非常充足的 在里面呢 进行餐呢 看一下 餐了四种身份 在里面 四种都是充满魅力的这样的身份 已经包好壳了 大家有共同回去 就是可以直接佩戴这种 那还没有点订阅 点点订阅 以及关注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款吧 OK来我们看看第二款啊 第二款呢 也是龙婆爽大师傅的 这样的一个自身牌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验证卡 嗯 验证卡 这款牌呢 它的用料啊 用料也是非常好的啊 OK 这款啊 牌的这个用料呢 是 纯银啊 纯银所制作的啊 然后呢 这个已经有包好了 这样的一个防水壳的啊 防水壳 那这款的话 佛丽是2540年 2540年 所祈福的啊 庙名是 哇 哇 菲帕塔纳 这一间庙 然后这一间庙呢 那也是龙婆爽师傅 会经常去的啊 会经常去的这样的一间庙啊 因为他这里的 这这这一间庙啊 这这样 这一间庙呢 就我们来讲了 就师傅经常会来这边 就代表师傅呢 有时候可能会就会住在这样的一间庙了 给来我们讲讲龙婆爽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故事啊 嗯 我还没有 哦 对 我刚才讲了 这个是纯银制作的啊 纯银制作龙婆爽师傅的这样的一个 哦 自身 自身牌了啦 呃 师傅啊 他在 呃 生 就是 曾经呢 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市集 有一位 府外的女子 他 嫁人啊 嫁到了曼谷 自己的 是 自己的丈夫呢 就是做生意的 然后为了赚点钱呢 就 就是 因为赚了点钱吧 就开始花天酒地 那经常去找一些封城女子 后来呢 染上了这个绝症 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 传染给了自己的妻子 那丈夫 后来呢 因为无法医治而去世 那这个 这位妻子虽然没有死亡 可是已经 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病 后来呢 无依无靠 就变成回了娘家 那她的母亲就非常心疼 她自己的女儿 就变成每天的去寺庙呢 供奉祈求 求愿 希望呢 能够 能够给自己的女儿增添 多一些寿命 那这 这时呢 有一对夫妇就介绍了 龙婆爽师父 给这位母亲 告诉她 山林呢 某一个位置 有一位骑身 法力非常高 高潜 可以去找 这位师父 试试看 那么 赤日呢 这对夫妇 就帮忙 找到了龙婆爽 当时师父身边 已经围绕着 不少的心徒了 知道了母女的情况后呢 龙婆爽就让众人去 山中 取一壶水来嘛 然后后来师父呢 变 做法 做法 把这个水呢 变成圣水 就让人拿了给 这位女子喝下 多日后 喝下圣水的女子 就奇迹般的 康复了 那龙婆爽师父 赠送神药 医治怪病的神奇世界呢 神奇世界呢 也是被大家终称为 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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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称呼了 所以呢 她的这位龙婆爽师父的 真的是奇迹不断 而且她也是活了一位 非常久的这样的一位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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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位非常传奇的森林派的高僧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恩 感谢 点赞 关注 谢谢